欢迎大家来到香港辩论超级联赛第七轮的网赛 今天的辩题是 假如世界是虚拟的,我应公告或者不应公告天下 对赛双方,正方是 马甘明慈善基金马陈端起纪念学校 岳方,刚才应该是甲方,岳方的学校是拔萃蓝书院 今天介绍一下三位的评判 第一位是性工会女名才中学的王新宗教练 第二位是德兰中学辩论队教练莫晓宜小姐 欢迎你 最后一位是我们赛务的干事朱家环先生 麻烦 让我介绍参赛双方的同学 甲方陈端起,主辩黄丝型同学 第一副辩向子型同学 第二副辩密敏仪同学 结变罗浩阳同学 拔萃蓝书院主辩吴卓宏同学 一副陈乐妍同学 二副李普华同学 结变温子桥同学 保守 existe 主辩用者朋友 结变十区 这次比赛的是 主辩 台上发文 一副。二副。台下发文 結辯總共6個環節,發言時間是4.334 每次發言結束前,30秒有叮一響提示 超時15秒會有3響 當然我們都明白在比賽期間Zoom的設置可能有時聽不清楚鐘聲 所以去到叮的時候,我會有一張1的提示,代表1叮 如果發言時間結束有2叮的時候,我會出示這個 總之比賽商方同學,你有責任留意螢光幕 萬一聽不到鐘聲,賽會是不受理的 其他詳細賽規,基本上賽前已經大家知道 請問對今天的比賽安排有沒有特別的問題? 我看到雙方都OK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今天我們的比賽正式開始 我們首先請客方的主便 請到鏡頭前 你有4分鐘時間 準備好請說可以 請客的來自我們也有4分鐘 請客方不能訓練 嘗哩,請給大家聽到 準備好請說 警方,有4同學,大家好 如果今天這個世界是虛擬的話 我們應不應該公告天下呢? 其實近年來有很多科幻電影都很喜歡用虛擬世界作為選題 就像22世紀沙漫那部電影一樣 他們原本的世界一早已經被人工智能電腦統治了 他們為了將人類作為一個能量的來源 所以模擬了1999年的人類世界 而且創造了一個叫做無體的虛擬色世界出來 假如我們今天真的身處在一個虛擬世界裏面 其實我們應該跟所有人說 因為每個人都擁有知情權 以及會自己取出選擇的權利 我方今天政立辯題原因有二 第一,公眾應擁有知情權 知道事實的真相 在一個這麼科學化的社會裏面 每一個日都有一個求真心 我們學求更多的知情權 我們想掌握更多的客觀事實 我們想去追求真相 香港大學醫學是莊藥廠教授 在1996年的醫學報告裏面指出 195%的病人指出 如果自己有癌症的話 我們都希望醫生和自己說真相出來 有一次你在清朝理庭 在醫學任務裏面所說到 寄診後對病家言必已實 很清楚說得明白的了 如果你作為醫生 你是有責任跟病人說他的真實病情出來 即使這個病人是面對死亡都好 我們都應該如實告知 即連清朝的人都已經知道 如果我們入面對死亡 在一個這麼嚴重的情況下 我們都應該說個事實出來 是的,或者這個病人聽完之後 會心灰耳冷混食等死 但你怎知道這個病人 他不會把時間和家人融向天倫之樂 當我們回歸去辯題本身 我們即使今天告訴大家 原來這個世界是虛擬的之後 我們都應該 就算有什麼改變都好 但在這之前 人是應該擁有知情權 我們是應該知道事實的存亡 更何況當這個世界 原來是建立在一個方話之上 有關同學 我們就更加應該說出來 讓大家知道真相 第二,每個人都應該要理性分析不同的客觀資料 認清真相 才可以作出一個對我們來說最合適的判斷 由社會心理學家馬丁貝 菲沈貝恩和冰黑雅傑森 在1975年所提出的理性行為理論中說到 每個人在作出決定之前都會以理性作為出發點 而且可以系統化去利用我們本身已經得到的資料 也就是說 我們是要透過獲得資料和理性思考之後才會作出行動 假如有方同學今天你趕著去考試 八點鐘遲到了 現在七點九 路口那裏撞了 車駕巴士塞住了 你沒半個小時走不了 你可以坐的士 用你幾百多元的車錢 你可以坐地鐵 他也有機會辭職 不過最多是你十多元 如果是你又會選擇 有方同學 當今天我們某個足夠的資料可以去參考的時候 我們又如何去作出一個適合自己的決定呢? 其實由估至今不同的哲學流派教育家 他們是用理性分析出來的答案 才是對我們來說比較好的答案 而理性分析最重要的就是需要足夠多的客觀 而且正確的資料 我們回到這邊提到 現在虛擬世界就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我們理應告訴所有人 讓他們擁有更多的資訊 知道真相 讓他們可以做出一個適合自己的決定 好像22世紀 整個電影中 有一個人和藍珠角說 原來這個世界是虛擬的 他可以假設紅藥丸探索一個未知的世界 一個未知的現實世界 或者藍藥丸探索 留在這個虛擬世界裡 其實到最後他吃哪一種藥丸 不要緊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們給他客觀資訊 掛了真相給他聽 讓他們有得選 在最後 好心問是有方同學究竟在什麼情況下 我們採握較少的資料 反而可以幫我們做了一個這麼好的決定 多謝各位 好 是4分02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是 我忘記有很重要的事情 請問三位評判能不能夠開到那張分子 之前應該有沒有同事 發了那個分子給你們 三位評判OK 是嗎? 三位評判都OK 因為我看上去已經好像 是 好 登入了 OK 好 謝謝三位 比賽我們可以繼續 你們試試如果真的入分有任何問題 請你們即時提出 好 接下來輪到粵方主別 你可以開麥克風說兩句聽聽 是嗎?是嗎?是嗎? 好清楚的 準備好請說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藏綽大家好 世紀二十一世紀 科技發展支配著我們的生活 而因為人工智能的崛起等等 我們都開始探討世界是虛擬的可能性 好了 有方同學今天跟我們講了兩個論點 第一就是要有知情權 因為我們無論任何時候都應該 將公眾利益放在第一位 有方同學 我們看到美國有很多導彈的軍事機密 我們北韓那些人其實都有知情權 他們都要知道何時自己家會被人炸爛 何時自己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脅 我們是否又應該將美國軍方所有的機密 或者是警方的通緝名單 全部公開 這樣才能保障人類的知情權 這樣就是做到有方同學所講最好的 最大好處 第二有方同學你又說到要理性分析 叫給他們足夠的資料 那些人才可以做一個理性的決定 但等一會兒 可能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那些人知道了這些資訊 知道了世界原來是假的 他們的理性決定究竟是什麼呢 他們的理性決定 是否會為人類帶來好處還是壞處呢 而我們今天跟你講的就是 今天的討論變態 並不能可以好像只是有方 停留在所謂知情權、道德層面上 必須要仔細審視一下 如果將地球在虛擬這個事實公告天下之後 對整體人類發展帶來有什麼禍害 基於這個準則 我方反對變態原因有二 第一 令人類失去同理心 即使我們會在虛擬世界中 但是我們現在 每個人其實都存在著有肉體、有五感 因為我們在這個時空感受到痛楚 有眼睛去望見身邊的人發生的事的殘忍 自自然而言我們就會培養出同理心 會切身處地 待入其他人的角度去思考 會用方法令到世界變得更美好 所以我們平時會做義工 會捐錢幫助有需要的人 但當我們今天看到世界的虛擬這個事實 並且在將它公告天下 只會令到大家不再相信他們眼見的事 覺得一切的感覺和接觸都不真實 而這群人只會明白 原來一直做這麼多事、幫助這麼多人 只不過是幫助一群虛構的人物 幫助一堆數據 所謂幫助世界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謊言 自此 這個世界的人只會覺得互助無用 和諧無用 幫人亦無用 難怪牛津大學人類學家 Robin Hansel也指出 即使你有制世為懷兼制天下的初心 當你知道世界是虛構的時候 你的焦點就不會再擺在其他人身上 從此和社會上的人同時就會脫節 而人類幫人的初心也會隨著事實的浮現而消失 從此下去 這個社會土則國家自掃門前說 或則人人見利忘義 禮崩惡壞 為了有封羅所謂的知情權 而去公告天下 令人類最基本的同理心都喪失了 究竟又值不值得呢? 第二 令人生喪失意義 每個人生於世上 他們各自都有自己的人生路要走 同時追求著他們的理想 就好像有人窮盡一生的精神 為的只要成為一個可以發明對後世有用的產品 要人不分奏夜挑燈夜讀 為的就在河海中尋求他們眼中的真善理 其實我們追求的未來可能未必一樣 但我們都在這一段成長的路上努力著 關關難過關關過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有自己的理想 但Robin Hanson也提過 假如你知道自己生存在一個虛構的世界裏面 即使你最初有動力規劃你的人生 到最後你只會覺得一切的動力都是虛構 都是屠勞無功 試問將這個事實公告天下 令人類覺得自己的人生根本毫無意義和價值的話 喪失希望 又是否一個有方同樂見的景象呢? 在現況下 就算我們現在真的生存在一個虛擬世界裏面 假如沒有人揭發真相 我們這群無知的人仍然可以過著幸福的生活 因為我們仍然相信未來是由自己掌握 依然可以追尋人生目標找到快樂 而不是在這個世界裏面或頂界線自我局限 令自己失去目標為生存而生存 既然我們現在仍然可以過著有理想的生活 為何多一個人知道世界是虛擬之後 必然要公告天下做鬼子手 親手扼殺全部人類崇高的理想 有溫同學你又覺得值得不值得? 多謝 好 4分09秒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接下來來到我們聯賽一個特色的環節 就是公辯 在網上比賽我們將公辯改為一個台上發文 就是雙方可以派出一位辯員 向對方主辯去提出 就著他的主線去提出一個質疑 根據賽制現在是由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向反方主辯提出問題 請正方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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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咪试咪 好,听得清楚的,那可以开始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原来我们在虚拟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丧失了我们的希望 我们可能是为生存而生存 但其实我方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觉得如果在一个虚拟世界里面 我们更加多的可能性 或者我跳完楼之后 我有机会复活呢? 那我怎会是会更加胆怯 更加没有了希望? 我们很大可能是可以更加勇敢去追悟 为什么有方同学又不想想这个可能性呢? 或者有方同学今天你们始终没有想过 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客观资讯的时候 我们怎样做出一个更加好的决定 用打疫苗为例 如果今天科兴公布的数据不够多 其他疫苗的数据也不够多 你不知道有什么副作用 不知道有什么弱效的时候 你敢不敢打 你不敢打有方同学 但是如果今天我跟你说 他会发烧的 他会感冒的 你可以衡量了 你觉得原来发烧 我可以接受到 你不去打 我打完可以发烧 我没所谓的 是你自己决责 但是没有做的时候 你怎么做呢? 够钟够钟够钟 一分钟月方准备 我觉得你怎么办 like dimensi 感谢观看 好,提提评判 填月方的时候第一格是回答的分数 即是即将回答的主辩分数 好,接着月方主辩 麻烦你开麦,说声,试麦试麦吧 试麦试麦 好,OK的,现在可以开始 可以 主席评判,大家好 多谢有方导致的提问 原来我们要客观资讯 然后可以做什么 可以看看跳楼会不会复活 这就是有方导致所说的理性分析之后做的决定 好了,我们就当可能会有多些可能性 但是真的有多些可能性 有人会去做什么呢 好像有方导致所说,他们就会跳楼 偏激些的人会怎样 杀人放火 因为他们就像我们主辩 刚才所说的Robin Hanson人类学家 他就说人类在意识到世界变成虚异时 就变成自私 他听到你所说世界是虚异时 他的可能性 衍生出来的是什么 就会去杀人放火 因为他觉得可能这些杀了人之后 他们可能会复活 因为这个世界是虚异的 经过一方导致的逻辑 所以一方导致这件事是不是你乐见的呢 好,接下来是轮到越方的自由派出一位变缘 向反方主辩,对不起 向甲方主辩提问 好,准备好,你可以说声 就是试咪试咪的 试咪试咪试咪,听不懂? 好,听得清楚的 可以开始 %� 是否要公开修美国 或是到达密码出来呢,大家都知道 不会远是因为大家明白 在公众利益和公众知识权 具有一个平衡 我们一定要遵授权的原則 所以这些方导致说 有九成的病症病 希望医生可以广争 我不反対 原因是因为今天跟病人说 Liberty 现在又有知识权 所以他跟了有方导致说 因為跟了世界說這個世界虛擬之後 大家會覺得人生很容易 大家會覺得人生會變成很自私的人 請問我分頭,跟人說有知情權 但結果令世界變得很混亂 打去殺人方方 這個問題想見到的狀況呢? 謝謝各位 好,一分鐘甲方主辯準備 謝謝 好,甲方,請主便出來回答 请开麦克,好的,听得清楚,现在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大家好,首先多谢有方同学的提问 有方同学今天跟我们讲到原来跟大家讲到这个世界虚拟之后 世界一定会大乱,请问有方同学是怎样推论出来的呢 或者它可以变得更好又受马虎去不变,有方同学又怎样 有没有什么历史的事实可以跟我们讲,可以推论出来 原来我跟他讲了一个颠覆你们认知的事情,我的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加坏呢 反而我们看到的是原来我跟你讲了一些颠覆你们认知的事情是真的 虽然在多一个一刻可能其他民众会有很大的反应 但他去到后来推动到科学的进步,甚至社会的进步的时候 有方同学又为什么见不到呢? 有方今天在一个没有特别多数据和实质资料之下 就已经任意推断原来这个世界是会变得更加坏的时候 有方同学想起会不会过于悲观呢?多谢各位 好,58秒没有超线 接下来我们就回到正常的一副环节 现在有请甲方第一副便 甲方第一副便是有三分钟时间 请问听不听到? 好,很清楚的,现在准备开始 其实评判有方同学,各位大家好 刚才有方同学很搞笑的,他说到原来我们要有自主权的 我们对自己未来是自主权的 原来我们公布天下之后可能世界会令人没有希望 会生存而生存这样 有方同学很搞笑的,今天为了赢这场比赛就搜索 就是所好的可能性,直接说会有这些情况出现 当一个新的价值观推翻人类固有境知 是或者会带入冲突和矛盾 甚至好像有方所说的情况 但有方同学不应该分达的是 世界信任无许进步都是源自于改革 定而且在短时间之内,甚至长时间之内都有人反对 但不要紧,时间会证明这件事究竟值不值得 如果他去到最后都不被世人认同 自然地被社会淘汰,没问题的 像安德烈、维萨利那样比利时的刨解学家 近代的人体解分学的创始人 他指出概伦解分学里面的错误和教学过程里面的弊病 决心改变这个现象,他认为要进行学体教学 但因此而受到教徒的迫害将他刺死 不过后世是证明了他的牺牲是绝对值得 如果当初没有他牺牲自己提出这个理论 就没有后来科学的全部 有方同学今天是否在阻止世界的发展 有方同学你今天说到有学者说 原来当人类知道世界是虚拟的就会变成自私 有方同学说这只是学者自己的价值观 同样地你觉得人们知道之后 会反而会丧失了理智,会杀人放火等等 都是你的价值观 究竟有什么真凭信具告诉你会是这样的呢? 否则对于有些人来说 原来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知道真相 甚至不惜牺牲代价、牺牲生命 正如我刚才说的例子 其实我们不需要以成败论英雄 因为一百个人里面有一百个哈姆雷德 我们不会才会讲成功的定义 同样你也没有办法判断 世人知道真相这件事究竟是否成功 正如我方方面所说 其实基于人对真相的追求 公众应该有知情权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点 人人有权享有身体自由和人身安全 不得无理于逮捕或拘禁 非依法或理由程序 不得摸削任何人之权之自由 第十九条第一点 人人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 人人有权享有自主和发表意见的自由 这个权利包括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 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的寻求 接受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每个人的一生里面都有机会选红弱丸 或者蓝弱丸 甚至不一次机会 有些人选择之后可能承受不了的结果 然后以忘却作为代价 倒过选择永远做生活 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执着结果 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每个人在想什么 好似初格拉底的名言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们不知道 而你们都不知道 但你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我们与你一样都是人和神母与之灵 不会知道的结果 我们的角色只是提供资讯给大众 令他们有知情权为自己作最好的选择 那么今天有方会有什么资格 有什么资格阻止他们获得知情权呢? 今天我们不是反对你会做任何决定 甚至杀利放荒 我们都没办法你 而是我方在反对的是 今天有方你是不让人作决定 多谢各位 好,3分06秒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有请月方一傅 月方一傅 请大家请大家订阅 好,听得清楚的 现在可以开始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很重点 说的一件事就是说 人类要拿到一些资料之后 才可以用理性的分析来做出一些决定 但是有方跟我说 原来我们得到这个世界 在虚拟的资料之后 人类会做什么理性的决定呢? 有方和我们主编出来 跟我们说 我们会私下探索更多的可能性 例如走去跳楼 因为我们不知道跳楼 会不会走 一定会死 然后又出来跟我们自身矛盾 在这个台上发明的环节 就跟我们说 其实世界就不会带乱的 其实大家都 并不会作出什么杀人放火的决定 其实今天我方想指出的是 这些杀人放火出来搞破坏 其实本质上就是跟有方 你出来主编跟我们说的 跳楼探索可能性 等等的东西 本质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拟的时候 我们自自然言 这些杀人也会是虚拟 因为我们结果 杀人之后的后果也会是虚拟的 我们杀人之后 我们杀人之后 是不会知道那个人 会不会复会的 按照有方的逻辑 因为这个世界是虚拟的 我们走去打完劫之后 可能他们是不会损失到那么多的金钱 因为这个世界虚拟 有这个可能性 这个就是有方今天的逻辑 然后有方又质疑 我方今天的推论是没有根据的 但是我想指出一个东西 就是我方今天的猜测 全部都是建基于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所说的一个研究 牛津大学的人类学家跟他们说 当大家都知道这个世界虚拟的时候 人类正正就会失去了这个前续的动力 也会失去这个同理心 大家是不会想去帮助大家 会变到国家智数门前说 反观有方今天提出的一些可能性 就是引领科技发展这些 就真真正正是没有任何权威 没有任何数据这样的论证 所以有方请提出一些数据去论证 然后有方也是对我方的一些质疑备不回答的 例如有方出来跟我们讲知识权 但我方之前已经是澄清了 这个世界之所以要有知识权 目的就是要令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所以我们要在知识权和公众利益之间 取得平衡 但有方是没有跟我们解答过这个质疑的 我方今天在台上的发问 就已经是问了有方 我们是不是因为应该根据这个知识权的逻辑 就应该去公开了美国核仓库里面 所有核弹的发射密码 去令到大家有这个知识权 大家知道怎样可能去防发这些核弹 或者让大家可以避过这些核弹的威胁多些知识 有方是出来避而不打 为什么呢? 因为有方都知道 我们要在这个知识权和公众利益之间取得平衡 我们并不能够全盘靠这个知识权 更何况我们今天这个科技分析 更何况我们今天这个世界虚拟 跟之前的知识权不同 更严重 隔方第二负别 隔方第二负别 现在可以准备开始了 今天有方同学原来都承认了 生命是应该由自己掌握的 还要跟我们说人生是应该有意义的 今天有方同学究竟有什么证据可以证明到 我们虚拟的人生不可以有意义 我们可以继续学习 可以继续去玩 虚拟的人生都可以有价值 有方同学今天你不可以用你的价值观 去判断别人的人生有没有意义 还有今天有方同学跟我们说 是否什么都要说 那我就想问有方同学 什么都说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是我方今天认为有影响到公众利益的时候 就一定要说出来 就像今天有人跟我说隔离屋的陈思拉山 甚至我是不会关心的 因为这件事根本不会影响到公众利益 但是你跟我说日本手上有盐症 这就事关重要 因为日本手上是会影响到 有盐症是会影响到它的工作效率 从而影响到日本的经济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大大声说出来 有些事实就是不应该隐瞒 就像今天辩题所指的一虚拟世界 是一个谎话 我们生活在荒严之中 这件事正正就影响到公众利益 难道我们有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理 就像有方同学这样 再者今天有方同学又跟我们说 即使知道了我们的人生是虚拟的 就觉得毫无意义 今天孙中山先生在当初搞革命的时候 也会有很多人说他注定失败 会不会推翻到清朝教 但最后在第十一次革命的时候 又是成功了 当年孙中山先生如果不继续革命 又怎会知道自己会不会成功呢 我们今天不讲真相出来 又知道未来会不会有更好的结局 是不是屠颅无功呢 并不是在于有方同学今天透过自己的价值观去判断 而是在于公众他们自己怎么看 我们只是会基于自己拥有的资料作出判断 我方今天不是说要改变整个世界 我们只是将有事实真相说出来 不论事情的好坏 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知道事情真相的知情团 即使你今天是政府也好 你都没权埋没事情的真相 有方同学你今天认为自己是谁 可以有资格令人不知道事实呢 还有今天有方同学又跟我们说 今天那些人知道世界是虚拟的 会令人没有了同理心 会觉得和谐没用 世界会大乱 有方同学你今天凭什么会这样想的呢 难道有方同学不可以假设那些人知道世界是虚拟的时候 他们会更加愿意放手一搏去勇敢追梦呢? 可能只不过你们是用你们的价值观去看东西 但是 他们 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知道真相 知道人生是有得选拟的 而不是像猪拟里面的猪一样 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连自己会死也不知道 况且世界不会永远稳定乏荒荣 主流的价值观也不会永远不变 加利略当年提出太阳是中心的时候 也不赞同当时主流价值观阿里士多德说 地球是中心的说法被教会和民众吐气 他甚至被人软禁 在庄园里面渡过他最后的八年 我在八年后的今天太阳在中心已经是一个事实 加利略当年不顾一切尝试 说给人试试世界的另一面 就是想人们知道事实 而这一样东西正正就是我方想做到的事 可能今天有方同学接受 有人接受不了这个世界是虚拟 但是难保他超人接受了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到底你们有什么情况下可以在少些资料 而作出一个对自己更好的决定 多谢各位 三分十一秒 接下来轮到月方第二副别 非常感兴趣 就跟人家说这件事 有方导致说我们为了赢这一场的比赛 就不执手段 在不理所有的可能性 在不理他们的任何好处 但是我们看看有方一副跟人家说什么 他们一口就跟人家说 我们现在要有这个道德的高低 所以我们就应该为了人权 所以就告诉给所有人的听 但他们完全漠视了其实他的结果 正如我方导致一直也有说过 难道有方导致我所见到的东西 就是公众利益无散 就是当你看到所有人 失去同理心 失去生存的意义 这就是有方导致口中所说的公众利益吗 我们整场比赛最主要有两大战场 第一就是有方导致跟我们说这个知情权 有方导致议会也跟我们说过 我们也是需要看公众利益 但是我们公众利益之外 有方导致跟我们说其他的可能性 但是有方导致跟我们说 有些人就会因为知道这个世界虚构 甚至去跳楼 这一切原来就是有方导致所跟我们说的可能性 这个就是有方导致我所说 因为说了这件事而带来的公众利益 第二个地方就是有方导致跟我们说 这是他的同理心 有方导致一直都说我们没有任何数字支持 我们已经说过了 其实Robin Hansen也作为一个人类学研究者 其实他也曾经研究过这件事 也就是作出的结论就是说 如果我们公布了这个世界虚构之后 那些人他们作出的反应就会变得自私 变得去漠视其他人 就会完全不理会一些需要帮助的一些人 难道有方导致希望我们未来的人类向这个方向发展 正如有方导致说 有些人也是可以享受到人生的 就说他们可以选择去跳舞 甚至是去看电影 好好去享受现有所谓的需求的人生 但是有方导致也跟我们讲得很直接的 也都有人会选择去跳舞 这就是当一个人他对于一个人生态度的看法 我们也不能否认得到 就像有方导致所说的 有人会去跳舞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是不是有方导致所希望见得到的东西 有方导致也是很不负责任的 就是说我们见到这些任何的事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些事也不关他事 就是要我方论证 究竟为什么那些人知道世界的虚构之后 就会有所谓跳舞这种行为 我在最后就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这个故事就叫做The Truman Show 他在故事里面 主角的生活就很平凡 就像你和我一样 但是其实他整个人生都是一场的实景秀 无论是朋友、家人 甚至互动的所有人都是演员 跳舞自己的一份稿 他住的地方只是一个录影厂 但是他自己也不知道 甚至连我天空也只是一块暴影状态 他也是在最后 他也知道自己的真相 所以他选择很痛苦地去离他 难道有方导致所希望见到的呢? 就是我们个个都会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 个个都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 个人失去了这个生存的斗志 这样继续无奈 生存而不生存 多谢大家 三分零九秒没有超少 接着轮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相信大家都大致明白 这个赛规都不再重复了 我们请甲方台下第一条发问 请你们说两声 试咪试咪试咪 试咪试咪请问听到 好很清楚的 那现在你可以开始 主席评判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大家好 今天有方同学不停跟我们说 美国导弹是不是应该要公开 我跟你说是的 这些国际公议是写明的 我现在跟你说 美国就大概有6000枚核弹 北韩也知道的 何况核弹面对你的时候 你更应该知道 今天有方同学觉得 稳定化力大过一切的时候 那我想问有方同学 跟人权等于生存原理的独裁政府 有什么分别呢 多谢各位 好 接着一分钟 月方准备 好 谢谢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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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eting 請粵方出來回答 聽到嗎? 清楚,可以開始 判官大臡有分邏輯很教訊 他說美國政府公開了6000枚導彈 保障知情權有分邏輯 每個人都知道 冷靜的時候大家都在弄導彈 大家都知道 我方便講就是 是否美國政府公開發射導彈密碼 是否也給平凡知道密碼是甚麼 然後能夠發射導彈出來 不是有分邏輯自己都沒有說 因為他自己都知道 我方便講很一次 是公眾理和公眾知情權取得平衡 我分到這一刻都沒有反對過 南強退了很多 他主編局就說知情權是靈架一起的 他現在就說他都知道這是公眾理 所以我分台說 當你同公過天下之後 世界會變成怎樣 有分台很不負責 他一副台說什麼 一副說其實他不知道 他說他不是到的決定 所以說不消理這個避寸避寸 我分台說人類學家 羅文聖正台說就是 改完之後世界會不會大亂 有分台反對了事實 就給權威跟我說 為什麼大家還願意去跳舞 大家還願意去上班看電影 說了平凡的生活 如果有一個方法 無法把權威出來 今天變態絕對不成功了 多謝各位 接下來是月方第一條台下發問 是米 好的清楚的 你可以開始 有方同學論點二說人類有所有資訊 就可以作出理性判斷 所以根據有方同學的邏輯 你跟了一些人說 你犯罪會被人判監 這些人就會突然間沒有人犯罪 但事實是不是這樣 現在世上的強姦犯 他們都知道自己犯罪 之後都是會去坐牢 都是會被殺人吐氣 但他們都是犯罪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被感情充分了頭腦 所以想問有方同學 如果你跟他說完 說世界是虛言 他感情共事 殺人放火 是不是都是無所謂的 多謝各位 好 甲方有一分鐘準備 好 好 好 對 好 不 很 请问听到吗? 好的听得清楚 那你现在可以开始 两方同学很简单问一条问题 为什么你会知道世界公告被世界听 世界虚言之后会有杀人犯火这件事 有人不理性做这件事 那又如何?你怎么知道? 我们不是神,我们只不过是人 我们没办法去控制每一个思想他们做些什么 我们只能够尊重 甚至是因为很多人知道有人会以气用事 所以就是法律的出现 法律的出现就是说 都不是限制人家做这件事 而是告诉你做完之后会有这个结果 那这件事已经解释了 多谢各位 好,接着来是第二次的甲方台下发文 第二次甲方台下发文 甲方,甲方 好,请你够尝试音乐 提醒一下 试音乐 好 OK 好清楚的 那现在可以开始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道達文化應不應該公開 我跟你們說其實根本不應該有一個國家或者總統 有這樣的權力去破壞一個地球十幾次的權力 正如我們今天有方同學也沒有權力去決定 我們應不應該知道這個秘密 多謝各位 接下來是粵方 請問問問題 我交給評判去採決 評判覺得算不算問了問題 三位評判都搖頭了 應該不算一條提問 所以根據蔡規 請三位評判直接把問題給零分 直接判決 大粵方可以拿完 看看吧 我都要看吧 30 看看吧 我立刻 突然之間 都 Loop 總之 大家明白 那個零 其實20 20 問是20 答是20 請三位評判 你直接把發問給零分 回答給二十分 請三位評判 請三位評判 不好意思 好 黃先生 因為那九個選項中沒有零 好 沒辦法 沒有得自己打零 但我做不到 至少現在 明白 因為我手動計算 因為根據蔡規 應該是零分 不是給一 而滿分應該是給九 我們說了不會有十 所以滿分是九 最低分是零 我猜我稍後我會手動改成零 如果我們在第二次發問選擇 1 然後在扣分 打二 都可以 對 都可以 謝謝大家 可以的 好 OK 直接下去第二條 越方的發問 越方 試米 好 清楚的 你現在可以開始發問 有方和我一副就說 進步是來自於改革 我方其實不反對 因為 我方不反對 但其實並不是所有改革 都一定會帶來進步 所以有方和我回答 我方第一條台下發問 甚至說會尊重些人 殺人割火的決定 那社會又怎麼會有進步 有方和我論點一 就告訴我們 人是有知情權 引用的例子就是 九成五的癌症患者 想知道自己真實病情 我方並不反對 因為病人知道自己的病情 根本就不會影響 有什麼公眾安全 但根據有方同學的邏輯 當知情權可以凌駕於所有事情 那全世界都會有絕對資訊 國家機密都會公開 北韓、美國 互相知道大家實力 隨時開戰 想問有方同學 世界變成這樣 就是沒有所謂 還是有方同學都同意 知情權和公眾利益有衝突的時候 應該先考慮公眾安全 多謝各位 一分鐘甲方準備 一分鐘甲方準備 在那邊 我會想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是被人骗中的 我们是生活在一个谎言之后 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可以说真相出来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撒爆个谎话 为什么今天有方同学要刻意有缓这个谎话 当我们所有事情都做得一举一动 都是被人监视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说这件事情出来 做者今天不通好像有方同学 什么都不理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说 这样才是最好的 这样才是最有利于公众资情 公众利益 多谢各位 好 回答结束 接下来是有一分钟 让双方结变准备 应该是反复 一会是月方结变开始 现在一分钟开始 有点兌迹 会让你更新闻 感谢 很新闻 我们会 reconnoり 有点兌迹 有点兌迹 能听 感谢观看 请愿方结别 愿方结别 准备时间结束 愿方结别 请愿方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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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很清楚 似乎他已经成功了 今天有看公众理 所以今天方结束 到这一刻都没有再说什么癌症病 因为他自己也知道 同一个人说是否癌症 和公众理是没关系 今天我方就和有方堂说 今天同一个人说 这世纪有虚构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 会令大家丧失同理上 会令大家觉得人生毫无意义 有方堂立强再提 他就不断和他说 今天我发出类比 问有方堂 拜登应该公开他发射导弹密码出来 有方堂立强 台下就搞定 美国现在都公开了他6000枚导弹 但有方堂 他密码会说出来 不会 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他都知道公开出来 会发生什么事 平民都知道密码是什么 大家会尝试去发射导弹 尝试去和北航打仗 都知道公开密码有这么大的困战的时候 大家都明白 美国政府会说他有导弹 但他不会说密码出来 因为大家知道知诚权是有限制 不是凌鸽一切 所以有方堂说什么人权公样 我方都明白 我方知道人需要有知诚权 但根本跟有方堂立强 当他赶了出来 原来有这么大的困战的时候 很明显赶出来 没有一个政策的决定 所以第二条问题 需要想的就是 公告完天下之后 会发生什么情况 有方堂立强 有方堂立强 他今天整场比赛 就跟他说 其实结果他都估计不到 他就说 其实都是我方假设出来 特别明显赶 他自己主便说 公告天下之后 就让他鼓吹一些人去跳楼 看看自己会不会复活 这是有方堂主便自己说出来的 所以我方就明白了 明显有方主便自己也知道 原来公告天下 可以有一个这么大的困战的时候 究竟说出来 究竟是否真的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其实有方堂很不负责 他看到整场比赛他说些什么 他就说 其实难保他朝会成功的 他就说 如果那些人可以生日放火 我们只能尊重 所以我方堂不断问我方就说 有什么证据去证明 那些人真的会去杀放火 我方当然能够预知未来 我方堂说 对人类学家 对人类学最有研究的 Robert Hansen 对他说些什么 他正正对他说 公告天下之后 人会变得自私 人会丧失台 这是今天我方的权位 我方常说我方没有证据 那你要什么证据 然后收费处都是猜出来 收费处都是不断说 实际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输了赢 所以我方堂到这一刻 其实都是论证不到 公告天下之后 发生什么离处 有什么离处 方堂都是论证不到 所以今天到最后 最后一条问题 需要问些什么 就是究竟现时现况 是不是真的那么差 因为我方堂常常说 孙中山去改革 去改变这个社会 他说要进步 必然要改革 希望评伴想 就是希望评伴想 就是现时的世界 是不是真的那么差 在现时底下 大家最后 可以有妄想 可以追求成就 可能大家辩论 大家希望能够赢到联赛冠军 希望能够升班 大家还有有梦想的可能性 有方堂就说 有方堂就做故事受害 说我公告这个病人出来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 就是大家丧失希望 可以人所好意 有方就不断说 其实不是的 可能那些人还会想去看电影 想去享受人生 最后有方堂就是赌徒心态 他不断说 其实不一定有事 其实跟人讲完这个世界虚择之后 人们可能还有希望 但今天很简单问有方堂就是 在这一刻 就算现在这个世界虚拟也好 究竟现房是否真的那么差 究竟现房有什么那么大的迫处 令到有方觉得 一定要公告这些秘密 一定要跟全方说 冒着令到全方的人生豪意 都要讲这些秘密 很明显有方到这一刻 但伦静不多 最后希望有方堂能够審视现房 公告天下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多谢各位 4分06秒没有超时 好 最后请今天最后一位的辩员 就是格方杰别 试咪试咪试咪 好 听得清楚的 可以开始 可以 首先我想问有方同学 为什么觉得跳楼是一个问题呢 其实我方是没办法决定 别人去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只可以注重他的决定 让他们主宰自己的人生 再者请问有方同学 你是不是神 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呢 有方同学你今天经常跟我们说 很多弊处 但是例子我方一个都见不到 主席、评判、有方同学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不知大家有没有听过 由尖基李树英的《草门的世界》 这一套电影是记录男主角 《草门的生活》 由一个实景节目去建构出来 并播送给全球数十万的观众 看他的现实生活 而在电影当中 当草门知道他生活在一个方言之后 他决定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脱离虚解的小城 当草门打开出口大门 要离开摄影盘的时候 剧组用抗音器跟他说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受欢迎的节目明星 外面的世界 其实不会比这个人工世界 真实多少 若他愿意留在这个小城 就不需要面对真实世界的恐惧 但草门也不为所动 依然都要选择转入真实世界 草门的世界 其实就好像一个还原监狱 囚犯看不到位于监狱中心所谓的情况 但塔里面的守卫 就对囚犯的一举一动 瞄于指掌 剧组为了不让草门产生任何疑问 不断去监控、控制、欺骗他 确保这个实境节目 不会出现任何漏洞 其实草门和草监根本没有任何分别 更可怜的是 他不知道自己在坐牢 正如今天的虚拟世界 统治者为了令人闻蒙在鼓里 不断去说一些错的资讯去欺骗我们 既然有方同学 你作为知情者 但是从来都没有想过 要将这个大话公诸于世 反而成为一个加害者 继续去帮助那些欺骗我们的人 有方同学 你常常跟我们说同理心 同理心 但是似乎最没有同理心的人 是有方同学你自己 你作为观众 可能会去观察他 去笑他 看他做的一句一动究竟有多愚蠢 但是当今天被观察那个人是你呢? 我方今天不能够确保现实世界 会比虚拟世界更加美好 但是我们可以确保的是 得知这个是虚拟世界之后 我们能够作出一个 更为适合自己的选择 就像剧组和《坐门》所说 现实的世界 其实是会比虚拟世界更加残酷 恐怖 但是他也作出了他的决定 决定离开方言 其实有方同学你今天全日 全场不但目光短线 亦都非常自私 有方同学你追求的只是 目前的平稳和安定 知情不报 其实和《坐门》的世界的 偏剧组根本就没有任何分别 你选择站在加害者的一方 都不愿意帮助那些被欺骗的人 我方今天并不是要帮所有人 决定走出这个虚拟世界 我们做的只是带给大家知道 事实的真相 因为有方同学你全程都在 用自己的角度很悲观地去看 但是事实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就像我这样说 有方同学你所举的例子 一个都没有 我方一个都听不到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任何例子 可以说明到 说了事实出来之后 这个世界会更加残酷更加恐怖 再者 我方相信事实是会令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 今天有方同学你全程都没有解释过 给人听 为什么事实不可以说给人知道 亦都不能够证明出来 你所说的闭处究竟闭处有多闭 但是说到尾 其实我方同学你今天都是违反而返 你会使得最后想问大家 你会使得做家外闭门的人 还是跟他说真相 但他调调谎言呢 多谢各位 好 谢谢各位辩论员 今天的比赛到这里了 但是不好意思 刚才就着台下发问的处理 我要澄清一下 因为原来在我们的网赛赛规 是没有清楚写明这种 没有问到问题的处理情况 我印象中 我以为在本身我们过往的赛规 是有规定的 但是原来因为过往我们正式比赛 是打自由辩论的 所以是没有走这件事 写任何的东西 所以我估计这个情况 就交给三位评判 因为我们赛规又写明 若有任何的争议 是由评判自己去决定的 所以我估计不用三位有共识 大家可以按我刚才说的 我估计大家明白了 因为都是一般辩论比赛的处理方法 当然大家可以依照这个方法处理 当然始终我们这个联赛 我们赛规是没有特别写明 所以三位评判可以自由 我估计你们觉得刚才的判断 你们自己作出一个评分 就是这样的 当然都趁这个时候 有没有特别的 评判有没有意见 想立刻提出 或者甲约双方有没有问题 想立刻提出 因为真的 原来蔡规在这方面 是没有直接写明的 好 王王教练 因为我们现在做分数调整 会有一个实际的限制 就是当时 因为没有问到问题 那月方也没有作出任何 我发现 那后面的分数 其实是没有办法不给九分 就是给任何分数 都好像不太公平 明白 所以我都很抱歉 是的 我都很抱歉 因为刚才一时间 我都没有想清楚 三位评判 会不会觉得 有没有什么提议 可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 是的 我估计一般 我们就是说 都是自由 调节分数 好 再不可能 補回一次机会 给粤方的同学 去发言 是吧 还是 会不会有其他提议 我觉得这次蔡规阳 你特别写明的话 都可以照普通辩论比赛 大家的共识 就是其实看台下法 没有问到问题 就是真的应该由对方 分数传取 是吧 大致可同意 是吧 是吧 大致可同意 趁三位在这 不用我们大家明白 事后可能反而更难 现在在夹月双方面前 是吧 就是共识 我们理论上是按一般辩论比赛的做法 当然 我估计都尊重三位评判 你们自己也有权 去其他处理方式 好 好 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在这一个点 上面就处理了 好 接着我就看看分子 请三位评判 都要给最佳辩论员 最佳辩论员 我看看 好 三位应该都 对了 比齐了 好 如果是这样 我就不如 医回我们的 要请 就是我们的 评判名单上的次序 首先第一位 我们请 王新宗教练给一些评语三方 然后同一时间 我会下载分子 送给三位评判 麻烦评判 在讲完评语 或者未被评论的时候 查一下 可以 OK 就可以了 现在先请王新宗教练 大家好 试咪试咪 清晰了吧 应该 谢谢 这场比赛 其实主要都是四个争拗点 因为大家都很聚焦 其实就是双方的两个论点 所以我也就着这四个点 去各自讲一讲我的体办 第一个点就是 是甲方的知情权 在这方面 引发了一些争论 其实由台上的法文开始 越方已经开始挑战了 就用核弹密码的例子来挑战 这条问题都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暂在用技巧的方式来去评论这种做法 其实我就觉得不是很明智的 因为同一条问题 如果要问到他这么多次 你都不能够收割到 就是去指出到对方 其实根本 无论哪一个答法都好 都无办法解答到你这方面的提问的话 就是问到他最后都还在问这条问题 我觉得是 就是后面我怎么给分你呢 其实 因为已经是太重重复复了 所以单纯去从技巧来看的话 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的 如果从内容来去拆解 就是我们去看看核弹密码的争议 应该我们怎么去有一些进一步的思考 如果我是站在甲方的角度的话 我可能就会尝试这么说 因为这个核弹是一个武器 而各国是处于一个敌对的关系 所以跟我们今天的辩题 那个假设的类比就不恰当了 因为今天的辩题 我们只是一个知情人 而我们跟天下被告知的人 他们并不是敌对的关系 我不要说核弹密码给我的敌人听 我任何东西都不会告诉我的敌人 无论是我家的大厦楼下的密码 还是是我手机的密码 我都不会告诉我的敌人 因为我是北韩的人民 你是美军的司令 我们是处于一个这样的关系的状态下 就不要说是核弹的密码 任何东西都不会告诉你 所以知情权这个权利 在这个案例上应该是不适用的 如果我去尝试去回答这个问题 我就会这样说 那越方就可以想想 当对方给一个这样的回答的时候 你会怎样回应呢 因为今天的家方 他们的回应都是 就是他们不是很尝试 直接回答 又或者他会回答一些类近的东西 比如核弹的数量 越方都有一个成功的挑战 就是说 其实你的数量和你的密码是两回事 所以我会觉得 我们可以尝试用一个这样的想法去看 第二个关于知情权的争论 就是病人的问题 今天双方都同意 病人应该知道自己是患上了癌症的 但是同一时间地 在那个研究调查里面 都不是所有病人是会想要知道自己是患上了癌症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还是会告知给他听呢 因为当我们选择了告知天下 而天下是没有一个选择权去选择是否被告知的 那么我告诉你 就是你未必想知道的 就是等于我告诉你 我的手机密码是1234 那么你都未必想知道我的手机密码是多少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们的选择权又是不是被剥夺了呢 尤其是如果你觉得选择权是很重要的 他要以接收什么资讯 会决定他去做的那个判断 这个是你的第二个论点 那么那些不想被告知的人 而你告知了他 这个世界其实是虚拟的 那么其实你是不是变相又剥夺了他某些权利呢 他又没有得选择 知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虚拟的呢 那么似乎在你这个的案子底下呢 就没得选择了 你告诉他听 哎呀我知道了 我生活这么美满 我每一身这么开心 为什么你要告诉我 这样 可能有些人会这样想的 那么所以呢 所以呢 在知情权的这一点上面呢 我会有这两样的思考的 那么在第二点呢 就是选择权了 今天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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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边双方 很多的位置呢 会摆了在选择自杀 选择杀人放火 的这些问题上面做讨论的 越方呢 他会 我从他们台上的反应呢 都好看得出 他们其实是 不是很接受到自杀啊 杀人放火啊 这些我们在常规的社会里面呢 觉得啊 离经叛道啊 好像是 就是有一些 呃 不是很合常规的一个的做法 那但是呢 当我们讲的是一个的 模拟的世界的时候 他有他的那个法则 那么刚才的甲方呢 其实他都说得很清楚 就是在模拟世界里面的 如果那套法则是怎样的 有些人会尝试 用一些极端的手法来 去试试 啊 究竟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这一套的规则可行的呢 我如果自杀了 我会不会复活呢 好像Mario 那样 那我也有三条命啊 我跌了到水坑里 我都可以从起点重新再出发 那么 那这个的说法呢 呃 越方呢 也都是糾纏了很久的 但是我认为这个就 变成了流于是咬文着词了 就是玩一个文字的游戏了 因为对方呢 其实都说得很清楚的 在这一点上 就是这个的自杀的那一点呢 他不是鼓吹 他不是倡议 他也不是推测呢 那些人是会知道自己是 是处于一个无异世界的情况下呢 就会选择自杀 他只是说呢 如果你在一个无异世界里面呢 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呢 来去尝试一下这个世界究竟有没有一套新的规则呢 所以呢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的讨论呢 就有些 就是 就是 令到那个焦点转移了 其实有一些更加正的讨论的位置呢 是值得我们去深入去转探的 那就有些可惜了 最终呢 就 甲方的那个答法呢 都出现了 重复了一两次了 就说 你是不是神呢 你知不知道呢 你怎样知道那些人呢 去 就是 知道自己是身处在一个虚拟世界之后 会有些什么决定呢 他会有些什么选择呢 那 其实就不需要是神都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的 正等于呢 我们呢 现在是在打的辩论比赛 那我们呢 对很多不同的人类的行为呢 都会有一个合理的推测的 就是 譬如呢 我们是会吹吉鼻胸 我们会尝试去得到快乐 那就会避开痛苦 我们会做一些是利多于弊的事情等等 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理性的推测 那就不一定是要是神呢 才可以预测那些人类的行为 那所以呢 就 就是 我就觉得 有些说多了 去到这个位置 尤其是在整个选择权的讨论 无论是刚才所说的自杀 杀人降火 去到这个神的讨论呢 也好呢 我也觉得呢 其实是很需要太深入地在这个 area里面流太久 那之后呢 就是 粤方的论点 就是同理心的论点 这个同理心的论点呢 如果我没有听错呢 是非常之依赖一个牛津大学的研究的 出现了很多次 那 就是 粤方的同学非常之自豪 他们认为呢 这个牛津大学的研究是相当之权威的 所以呢 我拿得出这个权威的研究 我还不赢你 这个论点还不成立 那 但是站在一个辩论员的角度呢 我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认同这种推论的模式的 因为我们打辩论是为了什么呢 我们学习的就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批判思考 我们不会盲目地顺从权威的嘛 所以我很欣赏甲方的一副在这件事情上面 去果敢地作出挑战的 在一副的位置里面是很清楚地说了 喂 你那个的学者研究是什么研究呢 他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 而事实上我是很想从粤方的口中得知这件事情 因为毕竟你花这么多心思去找这些的资料 你这么相信这个权威的研究 那么这个研究他的那个过程是怎么做的呢 他的研究方法是怎样的呢 他怎样得出人类知道自己身处在虚拟世界之后 就会去失去同理心了 就会没有了人性了 的那个结论呢 因为这个结论都很爆破 就是我一开始听的时候都 眉头一眨 哇 为什么会这样的呢 所以我很想要被说服 然而在这一方面呢 我由始至终真的只能够听到那位权威的教授 他来自哪家大学呢 他叫什么名字呢 那他研究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那中间的过程是欠防的 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可惜的 接下来就是越方的第二个论点 就是那个人生价值上面 虚拟的是不是就等于没有价值呢 其实我不排除会有人这样想的 但是今天越方真的推得非常准 他甚至乎在某些的辩委上面 会说到说所有人都会这样想的了 当你是身处在一个虚拟世界 你过着一个虚拟的人生的时候 你就是没有价值的 你的那个人生就没有意义了 那这一点也都是令到我是很质疑的 就是究竟从何去得知这一件事呢 又或者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的 有些人是很乐于去过后 就是一些在虚拟世界里面过一些安稳的生活的 现实就是我们不用去在一条假设的面条里面 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都见到很多这样的人 他们很想停留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他们很安于在那个虚拟世界里面 他们觉得在那个世界里面才找到自己的价值 又或者有很多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 出现一个虚拟的概念 比如虚拟的货币 虚拟的一个金融的市场等等 这些都是虚拟的 但是你不会说那些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它依然是影响着我们的现实生活的 所以我就会觉得虚拟这个概念 是不是等同和没有价值呢 我觉得这个推论就有点跳弱了 就是这样的 所以对于这场比赛的主要四个讨论的位置 我大概有这样的想法 多谢大家 好 谢谢黄教练 那些分子我已经传给三位评判的 麻烦三位评判可以查一查 然后就回答OK 当然你先看一看 如果是确定的 尤其是性负和分差 你看下去都觉得合理 那你可以OK 好吗 根据评判名单 现在我们第二位有请莫晓宜教练 谢谢 大家好 我学校今早也打了这一条辩题 所以首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辩题的字眼 第一件事就是虚拟 我比较奇怪的是 双方的主辩人都没有帮虚拟认论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 两边没有一个共同的共同地去讨论 就是你们所说的虚拟世界是什么呢 是不是好像甲方主辩一开始开出 就是说好像二十多杀人网络那样 是一个数码的虚拟世界 还是好像反方那样说 就是这个世界是假的 那些人是真的不真的 我不知道 所以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虚拟有很多种的情况 而不同的情况下 你公告天下会有不同的反应 我譬如说 如果像Tru Man Show那样 不是同一个是真的 其他人全部都是假的 然后你公告天下 这些人不会有反应 他们可能为了维稳 会当你也是假的 或者不是真的 他会说服你 所以其实不同的情况下 会有不同的反应 而不同的反应之后 会做成不同的结果 那你们的利益就不一样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就是你们讨论变态 是需要一个共同地 所以这一场辩论 就好像牛头不搭马嘴 大家一直在说不同的比喻 然后说你的比喻不对 你的比喻不对 你的料不对 那就不知道大家在讨论些什么了 所以大家要留意 讨论变态的时候 记住 有需要落定义的 虚拟是需要落定论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 公告天下 天下这个位置就有趣了 就是你要公告天下 不只是跟部分人说 你要跟所有人说 正如所有评判所说 九成五的人想知道 还有五个巴仙不想知道 那五个巴仙怎么办 幸好的是 如果没有提出这个质疑 但是大家是要小心一点 而我觉得 大家没有善用变态 而事实上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这条变态是很能够讨论的 因为它很离地 所以大家很需要找一个共同地去讨论 可惜的就是今场听不到 另外首先 不好意思 就是我将评论 分数呢 可能今场会比较低一点 最大的原因就是 大家需要理解 就是 给分的时候 我们会加分 但是同样地 你们说错话 或者答不了我的问题 你都会被人扣分 所以今场来 我最主要是想说一些扣分位 那我们先从主线出发 我觉得甲方和粤方 有同一个问题 就是 你们不太说服得到我 我觉得甲方比起粤方 在资料上做得好一点 是的 我听到一些有说服性的资料 但是粤方就 Robert Tanson 人类学家 由头说到落尾 每一个位置都说 还要你一副 直接跟我走出来 说我是全场用他的 那真的很赤裸 一个打到尾 由头打到尾 是不是一个人说话 就代表对呢 还要 你没有任何的更新 你都在用同一句话 去论证的时候 你的资料论证 就会很薄弱 老实说 然后你就跟别人说 你有没有权威 你没有权威 你就输 还要你真的说出来给我听 那就有点难听 经常听这个话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就是 其实甲方和粤方 你们都需要一个包装 但是你们就没有 好好地去思考 如何包装你的主战 包括 以甲方为例 就是 你说 他们喜欢跳楼 设计是什么问题 那就大赤裸 可以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解释 为何人命伤亡 他们解决自己的生命 都不是一个问题 那你就要说服我 但是你就这样说出来 没有问题 你挑战了我的道德底线之后 你不解释给我听 那就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就会留下一个问号 我不是说你不准说挑战独得 的东西 是你要解答我的问号 然后去到粤方 你 就Robert Hanson 由头用到落尾 又是说服不了我 另外呢 整条线就是说 人类会失去同理心 令人生失去意义 后面是不见了的 另外就是 就是 我听不到你的立论基础 就只有一个Robert Hanson 我理解不了 另外加回我欣赏的地方 就是 这些有不同的例子 包括呢 我觉得加利略和解否学 那些都是一个可取的例子 是一些突破性 源自于革命 有革命才有进步 那这个我是不错的 那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 大家会说错误 那说错误的情况 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 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好好调整自己的搏法 结果就太邪陋地暴露了一些问题出来 那包括什么呢 包括就是 应付的时候 导入一大堆的条例出来 但是你要好好运用你们的例子和时间 你用了很多时间去讲一些条例出来 去讲一些 自由条例 但是最后就 没有任何的论证风效 那我觉得我觉得是浪费了的 另外你用了Socrates 的 与例 但是也不太知道你在讲什么 所以大家就要小心些 运用一些例子和论证 那另外呢 就是呢 先讲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刚刚注意到呢 就是 我觉得大家在 比赛上 要留意一些 礼仪上的事情 就是呢 我看到有辩元 在准备时间的时候 趴在桌上 我觉得不太尊重 有方也不太尊重 评判 另外就是 我不知道我收得不好 还是什么 有时我会听不到辩元 打招呼 是的 我觉得是需要的 就是你不能一来就 讲你的问题出来 我觉得是需要留下 打招呼的位置 另外就是要避忌一些言语上的问题 比如说 有方和我这样 为了赢比赛 或者有方和你凭什么 这是我会视为一种攻击言论 而不是一种辩论上应该有的语言 所以我觉得大家是要尝试 去在辩论上 学会如何去修炼一点点的 是的 我觉得它是一种 需要学的东西 大家就可以加油 在这方面 接着呢 我想讲讲 排泰化文 我不知道 甲方的排泰化文在不在 首先我想先称赞你 就是我觉得你第一条是出得很好 你是如何出了整场比赛分歧 第二条问题问不到呢 我觉得 你不需要过分自责 也是一个经验来的 因为 很多辩论员都会出现过一次的特案 以后不要再犯就可以了 还有 我觉得你一个辩论员自己出两条台下 都已经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就 不要太过自责 我觉得 嗯 希望我可以鼓励你 还有你们第一条问题出得很好 那你外月方的第二条台下 我同样都是觉得出得很好 因为你是读破了别人的例子的盲点 但是呢 大家就要留意一下 大家回应这个例子上面 你要想得周全一些 你出了一个例子 别人会拼你 那拼上拼你 你就要想清楚了 有时候就是这个例子拼完之后就消失了 那我就觉得 有些浪费的情况了 所以到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 大家呢 可以挑战到得最善 但是大家要学习包装 学习包装得来呢 你拼的时候 要想清楚 到底整场比赛是走的 就是会怎样 还有大家要尝试去做好自己的论证责任 那就去看一下到底 你的论证做不做到 还还紧口 所以整场比赛呢 因为这场辩论比赛是难的 这场辩论比赛是难的 所以分数也不是很高 但是就 我觉得大家应该在这场比赛里 学到很多东西的 那大家就 希望以后可以做好一些论证 那还有 可以尝试多两步想多一点 但是呢 大家已经达出了辩论完最重要的一步了 就是敢挑战对方 是的 我觉得这一步是很好的 而且也很重要 那希望大家 继续加油 好 谢谢莫教练 那继续提提 暂时我只收到一位评判 确认了分子 请另外两位评判 也查查分子 然后回复我 那接着呢 就请朱家媛先生 谢谢 主席 不好意思 我没收集过分子 咦是吗 看看 请问你那个 E-mail 看看先 会不会E-mail有错呢 好 我是设置3VM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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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 哈 哈 先赞一下两位同学 我认为两位同学 有一个事情做得很好 就是 我觉得两位同学的反驳认识都很强 我觉得辩论里面 的分刻很有个很好的 但是我覺得今天兩邊都做了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掛著便宜放棄了論 論放棄了在哪裏呢? 一是放棄了自己的表演技術 第二就是放棄了自己去做推論 真是去評判解釋的那裏 至於最後的情況如何呢? 可能有點不怕說一句 我覺得今天這場比賽就是道德摩人對戰 各位牛津大學的人類學家 我說經驗很差的好像完結了比賽還能見到梳細變 其實今天越方呢這個問題都頗嚴重 尤其是越方理論上應該是佔優在變態上 你有很多挑戰的位置 我會說一開始我先講到越方 在思考的變態上我覺得有點滑地圍爐 不過我不會因為這樣而扣分 因為這個畢竟是你自己的選擇 例如其實變態可以挑戰到什麼呢? 例如在隔方眼中究竟什麼虛擬世界 他們可能覺得是世紀三網絡 你們可能覺得是Truman Show 例如今天隔方說他知道了 知道是不是等於真相 你知道了之後你可以發現 原來你以前知道的東西是錯的 例如公告天下是不是有必要跟所有人說 我是不是可以自己跟一部分的說 例如今天如果你要講利弊 但是有方堂的利處和弊處如何衡量 有方堂如何保證利處就會發生 弊處就不會發生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挑戰 因為越方在思考問題的時候 可以嘗試採納 或者就算不納入主線 都可能做一些台下法文去挑戰一下隔方 例如你挑戰一下他就已經知道 為什麼定員真相 因為他今天整個知情權就是在講真相 我亦可以透過不同的資訊 譬如我可能知道旁邊的陳思拉 他有外語的 原來我發現是我看錯了 我知道不代表真的 若然你挑戰了這件事的時候 整個知情權的目的就是揭發真相 整個論點就要浪費很多很多的時間去解釋 在辯論比賽裏面 就算你不是可以擊倒別人 但你整個消耗別人很多的時間 去做一些很無意義的行為 例如他今天為了守住知情權 他要消耗很多時間的話 其實你已經賺了很多 其次 今天尤其是反越方 你提出了兩個論點 最主要就是 你說會令人失去同理心 以及人生失去意義 我對於這種直接評論 你說你會做什麼 你不會做什麼的這一種 我是會抱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尤其是今天全場 只有一位學者 可以跟我說 原來人是會這樣做 那即是 其實這一個是心理學界 是人類學界公認的一個結局 還是純粹國外學家是這樣想的 而他又如何調查出來呢 尤其是你從頭到尾 還要拿著這個權威例子 來質疑有方同學 沒有權威例子的時候 我這個想法 我這個年頭就會越來越強 這個疑問就會一直抱到尾 然後我覺得 令到今天 越方 就算有提供到資料 都好像沒有提供過 就好像這位人類學家 就變成了今天 越方同學的一個後援 的一個辯論教練 就好像有個大佬 站在後面 他說什麼就說什麼 這個意識 你一直強調的時候 在評判心目中 就越來越重 這個負面的感覺 那你不處理 這個問題就會很嚴重 就會導致我後面聽的時候 就覺得你每一次說話 其實都沒有權威支持 就算你那個是叫權威也好 那那個改善方法可能是什麼 其實今天在思考 閉嘴的方面 其實會不會 你不需要說到好死 例如你不需要說人 失去同地心 你可以挑戰隔方 你說人可能失去同地心 你如何避免這些情況發生 那你就不需要有這麼重的論證責任 因為在你們眼中 我不是因為今天做這件事 會必然帶來閉嘴 而是這件事很可能帶來閉嘴 有方憑什麼說沒有閉嘴 而我要公告天下呢 這樣轉一轉個 present方法的話 接受程度有不同 這個就是在presentation 那一部分就出現了一些 不太favor評判理解 和比較難以接受的事情 至於隔方呢 為什麼說今天有些道德摩人呢 其實今天有兩方面的 一方面就是在前場 其實針對對面的知情權的質疑 不是很實正的有回應到的 尤其是今天你們為什麼要滿足知情權 其實有方同學說要平衡公眾利益和知情權 但我今天就是正正為了公共利益 公眾的利益 所以我要滿足他們的知情權 我今天為什麼這件事我要公告呢 因為這件事是直接牽涉到全人類的未來 才會牽涉到每一個人的利益 那麼這些解釋這些推論是需要的 尤其是今天你知情權呢 是一個很強的點 所以呢 當你解釋不清楚的時候呢 就會給人一種感覺呢 你站在道德高地說的 第二呢 另一方面呢 好像又有一點道德冷感 例如今天駕方 你要講一些 一定是講一些充滿希望 人很可能振作 可以支持下去的東西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一些字眼 類似自殺 殺人放火等等的字眼 可能就要避免 因為這樣會令到評判覺得 究竟你今天是覺得人 會很堅強地生活下去 還是很悲觀地突然自殺 OK 那麼這些字眼用的問題呢 就會很大程度地影響到 今天評判對於你那個站方 你那個主線的觀感和理解 我再講一下 在問問題方面 駕方今天台下發問呢 第二條問題呢 雖然沒有問到出去 但是呢 第二條問題有一個好的地方 是今天台上邊緣呢 我覺得是獻鳳的一件事 就是一個follow up follow up 不是純粹copy and paste的問題問多一次 好像今天駕方 其實 譬如駕方開面 丟了問題 然後二庫又再丟一次 例如今天 越方 會問他 是否要公開核彈 美國是否要公開核彈資訊 然後 對面不回答 然後又問多次 一模一樣又問多次 但是呢 台下發問呢 我覺得你可以參考一下的事情 就是 follow up不是照搬 而是根據對面有答 沒有答 答了什麼 去斷定 去說有方 其實為什麼會有這些答案 為什麼沒有這些答案 為什麼他會這樣想 他這樣想犯了什麼錯 所以呢 在 無論台上台下的時候 尤其是在 現在網賽 多了很多台下發問的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要理解一下 就是 問題跟問題之間 其實可以有關聯 而且可以趁這個機會 去成績的叫做 例如其實 今天 發問時間 發問時間 和 回答時間都有一分鐘 我是強烈建議 你盡量用完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一個免費送給你的時間 你答完問題 就算說自己也好 我評判不會因為這樣 但若然你說到一些 理合理 你說到一些 你還未處理到的問題的話 那我評判就會加理分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那些時間 就盡量不要浪費了他 你想想 你在那個編稿裡面 超時15月就要開始扣分 但是 原來台下發問 你就這樣送了40幾秒出去 其實真的很吃虧的一件事 那 這裡是我針對表演 可能一些比賽技巧 給大家一點點評語 那 希望大家 大家繼續努力 加油 謝謝 來到最緊張的時候 賽果是經過三位評判都確認了 所以應該是沒有爭議的了 正式宣佈 今天的比賽票數是2比1 正方獲勝 分差是15分 而最佳辯論員是正方傑辯 他獲得兩位評判給他 就是第一名 所以他是最佳辯論員 正方傑辯 今場的比賽 到此結束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